正在认识,政府确实没有达到最重要的目的目标 是支持国家的努力,保护国家,国家和马利亚国的国家 都尊重了其他专门,包括社会的支援 从2012年以来,马利就深陷伊斯兰极端主义叛乱内战 联合国表示,维和人员在当地执行世界上最危险的任务之一 过去10年,至少170位维和人员被杀害 马利军政府决定和俄罗斯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合作 打击伊斯兰武装分子 但多数专家认为维和部队有调和区域稳定的功能 加上部队的日常需求,也为周边城镇带来不少就业机会 如果就此撤离,恐怕让区域陷入真空和动荡 轻松一点的新闻